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严峻 机动市议会议长蔡旺联和副议长林佩祥 在得知卫福部机动医院医护人员 急需要补充N95口罩后 立刻寻求国际福伦3490地区 9个福伦社共同响应 捐赠价值30多万元 将近8000个N95口罩给机动医院 力挺医护人员共同抗议 我们机动市议会或副议长也好 包括所有的全体议员 我们虽然在防疫工作上帮不上什么大忙 可是我们非常愿意协助 包括我们去募集一些物资 然后来做我们所有防疫第一线 包括我们部机的这个后盾 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我们想今天也是一种象征性 做一种抛砖领域 然后期盼我们社会大众 以及还有其他的社团 大家能一起提供资源 来做我们所有医疗人员的这个后盾 不只是九社联合帮忙之外 他们每个社还愿意再多输一点钱 凑足八千个给我们基隆不立医院 来去做帮忙 我们今天我跟议长两个今天在这边 我们自己很知道说身为议员 我们能监督市政府 但是我们说真的也很难去说真的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动用行政权去帮任何人的忙 所以我们一直跟自己讲说 疫情当前人命最重要 我们要让能做事的人赶快去做事 我们不要在旁边站在那边天乱 所以我跟议长两个我们就想说 好那我们能帮什么忙 我们除了今天开这个记者会 跟我们的这个福恩社的好朋友说声谢谢 还有跟我们的不立医院的好朋友说声辛苦了之外 更重要的是希望借这个机会 请我们社会各界好朋友 请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医院 请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医护人员 希望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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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你服務改善人生是我們 全世界的主題 很符合我們這個活動 不僅改善別人的人生 也改善我們自己的人生 尤其我們看到醫護人員 這麼辛苦 我們常常看到一天 喝水沒有兩次 還有上廁所 這個是他們的天職 才有辦法享受這段時間 這麼辛苦的工作 代表布立基隆醫院受贈的 基隆醫院副院長陳偉達 由衷感謝基隆市議會 以及國際福倫3490地區 九個福倫社的相助 捐贈這批N95口罩 協助醫護人員執行醫療工作時 減少染疫的風險 布立基隆醫院 除了衛福部的指示以外 我們還跟配合市政府 我們進行很多防疫的業務 包括戶外篩檢站 就是民眾的快篩養門診 我們每天大概服務500人一次 另外還有專責病房 到現在為止 收治陽性的病人目前是600位 另外我們還有就是開設 基隆地區民眾的視訊門診 甚至我們還受衛福部指示 接下西指跟萬里兩個檢疫所 那這個兩個檢疫所到目前 也都收治了800人的這個 陽性確診的病人 所以布基的業務量其實是非常的大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很需要 這個物質還有保護物資這些的幫助 因為各位知道我們有幾床是沒有用的 各位知道最近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 當然我就不再多說 但是病床有也要有人 各位知道醫護人員感染率也是蠻高的喔 尤其像我們專責病房醫師昨天 也是有人確診陽性 所以醫護人員要保護好自己 才有辦法 不然那個床位都是虛的 而且我們有護病病 就是五個病床就是一定要有一個護理師 那護理師不夠這個床位在哪也開不了 所以其實各位的這個捐贈我相信 對於布基將來持續的運行 會非常的幫助蠻大的 共同出錢發揮愛心購買這批 N95口罩力挺醫護人員的包括 基隆 基隆 基隆南區 基隆東區 基隆東南 基隆西北 基隆中區 新北北海岸 基隆永昌 以及新北瑞芳等九個輔輪社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